位置七鹹到北 碼頭圍區面河文田地鐵站 其實我今天就想走保錡利街 先拍個牌 保錡利街 保錡利街是分開幾節的 首先 其實我不應該先走這一節 不過我選了這一節 這一節是放零車的 花牌 甚至是金銀珠 魚股蠟燭 賣這些東西 沿途都有些零車 應該是附近殯儀館 一到晚上就比較頹 有些白花 花袍 但也收舖 野畔 既然 這條街這麼靈異 講一下我的感覺 我自己看不到 聽不到 什麼都感覺不到 但是 氣場這些東西很奇怪 我是有一點點 零車來的 有時候未必有東西在裡面 只是吉車 但是可能會放一個 即是經常使用 一些化牌 那些 那些店 現在7點多 嚴重 7點47分 收了 其實我打算先走另一邊 不過 就 順道 這裡 整條街都是賣 一些 玉保蠟燭香的 那些 有些都未收舖 其實都7點多 8點 都很短的 很奇怪的 我進來這個區域 其實沒有什麼奇怪的 純粹是覺得 那個感覺是不同了 我講不到是什麼感覺 是一種 很安靜 然後 沒事了 他又 不知道 可能很多人在燒香 有種香 香的感覺 不是聞到 是感覺 在那裡有很多花 那 因為 那些人 去祭祀先人 就是祭祀先人 就在那裡買一些花牌 那些人都在那裡 做一些花牌 我想整條街都可以做這些 那些花牌 就近這個殯儀館附近 那他就整好這些花牌 那便供奉先人 那對面都有幾輛靈車的 那些 那些 整條街都放這些車 那些是普通車 那樣 然後就頂一點 但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靈異的東西 純粹氣場有些不同了 那種氣場 你要跟 就是跟 佐敦比較 佐敦都很雜 很亂 佐敦是不舒服的 這裏的氣場 是變了 我只感覺到這些東西 氣場變了 那些花籃 一大堆 氣場變了 但是 是一種 相對 peaceful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真的 peaceful 一點點 平靜一點點 的氣場 大家出來 看到 就開始鬧事 沒什麼 鬧事 剛才那段 很靜 很奇怪 很靜 但又不是很亂 那種感覺 這裏是一個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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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頗方便 這裏是一站式的 安老院 可能 住得久都差不多了 就是這樣 然後附近有分儀館 分儀館 是吧 暫色恐怖 食份 餓死 生於私 死於私 暫色了我 基里士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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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要過這條大馬路 我一定要走上少少 外面 這個就是模糊街 也拍過 模糊街 那種感覺 我來到這裏 已經是鬧事的感覺 開始有鬧事的感覺 但這裏是相對靜的 這裏是相對靜的 這裏是相對靜的 再裏進去就會更加旺 有銀行 也不是那麼陰獅子的 真正的陰獅子 那邊就是陰獅子 很搞笑的 就是這樣 基里士南路 如果真的要我形容 這條路就剛剛好分開了陰陽 保錡理解 這一段都退廢 在建房子 一邊就陰間 二邊就陽間 少少 這裏是Metro 6 一些豪宅 這裏的氣場有點不同了 都類近的 但真的 我這樣說的感覺 那裏簡直是 咦 又不是佐敦那種恐怖感 佐敦是不知進去 你覺得有種不舒服的 那裏又不是說不舒服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觀音街 觀音借庫 那裏就是對上去 那裏有個廟宇 那裏我太遲起來了 經常都拍不到 那裏沒有人觀音借庫 那裏都旺的 有巴士在這裏 剛才我坐這裏 5號C 在這裏下車 所以就走到那裏 那裏 現在走到那裏 就這樣 話說 我自己都忘記了 我自己有沒有拍過這個 這個保錡地界 那我都 上網搜尋一下 看看有沒有自己的影片 就找不到自己的影片 即是未拍過 但找到其他人的影片 找到一條很經典 找到Coco哥的影片 Coco哥不知幾年前的影片 那裏都不是很多人看 因為那裏是住黃埔 他住黃埔 現在搬到英國 都是一些 介紹一些飲食 那裏都是很多人看的 他這裏都是萬多人 現在只有一條十多二十萬 一條影片 視以細形 那裏都有一些就收店 有些就剛剛開店 有些就食物那些 現在很香 串燒 吃那個不知道什麼東西 串燒 光還沒燒 但串燒也很貴 嘩!很香 很漂亮 串燒 沒什麼寫價錢 因為我上次吃過 和朋友吃過 就很貴 這堆東西 看到師傅在燒 嘩!大熱天使在燒 兩元店 還開 看一看 我都好奇 這些燒烤店 串燒小食 多少錢 沒有價錢 嘩!這裏有 四十多元 雞翼有十七 雞翼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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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合理的 可能一百元 也可以買到很多 對 那是很香 燒得很香 吸引了我 晚上就收了店 一些五金 那些東西 它有一間戲院,如果喜歡懷舊的那些都知道什麼來的 寶石戲院 美美街,有很多燒烤的東西 燒得很開心 不知道燒什麼 燒烤的東西很厲害 燒烤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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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雞翼 有雞翼 不知道燒什麼 整條街都是吃這些燒烤的東西 裡面也有很多人客人 你沒有真正的知名 可能客人客人 不過裡面很擠 裡面很擠 這裡整個都是餐廳 就更旺一點 所以寶奇里街這一段就開始有些東西看了 但是也有些店舖 又撿了 對面這些都撿了 寶奇里街 其實寶奇里街也有趣 牛肉拉門 你看看 阿媽正宗海南雞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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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想大家熟悉的 有很多食屎 又是吃街 又是店舖 每間都是 這裡有賣菜 買菜 OK 走開 走馬路 這車就比較亂 一些 可以 这些东西都是冰室、红磡冰室等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吃东西的 美食天堂 也有很多黄店 这里是水果街 这些东西都是收档的 够时间收档 这些东西是宝石器丸 这些东西是最新的黑寡库 很划算 很划算 60元 我8六会都是60元 不过你要看早些 保食器丸 不错 这里有些很经典的放映机 可以的 挺帅的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上去呢 看看 因为挂了很多画 趁它没有人拍摄 以前的经典 最佳复星 电影的画作 没有人 打个圈拍摄 他很多这些 半斤伯娘 姜思先生 这些电影poster 黑心鬼 哇 这套正 情罗羔羊 幼熟精 杀了个女儿 这些很经典 这些 以前的精女郎 哇 没有人 在电影院没有人 这几搞笑 很厉害 很厉害 我现在才知道 经开这里 没有进来这个位置 因为看电影 你不会来这个位置 除非是借黄布人 对吧 很厉害 很厉害 50 50 55 但是我觉得有点俗 因为 如果它里面的设施不漂亮 那些声音会差跌 不知道 但是 我想都正常的 我没试过 没试过 没试过 这里 这里 又有电影院 又有餐厅 又有餐厅 又有食肆 又有老人院 又有老人院 哇 你真是 可以一生不出城都可以 一生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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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巴 你出城都可以 这里 也有旺角车 很方便 旺角鸿磅 等下 我先乘这辆车回去 其实我不喜欢 乘黄布站 走出去 360 然后西埔 好齐 最重要 我觉得是小金舖 你不要弄几间金舖 这位置 其实金舖 我觉得是世界上 最无用的店铺 有什么用呢 你戴上身 你都不会常常戴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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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有个人 撤到我 大家手背 贴手背 他的汗 黏在我的汗上 但问题 他是个男人 大叔的爱 很可爱 你说美女 又不一样 大叔的爱 不然我 你买很多东西 你始终又不吃 夏天 就有个麻烦 麻烦 这些男人 嘩嘩嘩 我自己都嘩嘩嘩 手嘩嘩 一撞 嘩 大叔的爱 真是 顶他个肺 OK 这里 银河包点 这里 改个名字 又是同一间 又是唐记那些 朋友 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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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好像有一间 红瓣冰室 但是 咦 不不 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一边 我忘记了了 龙门冰室 我不知道在这一边 以前有一间 但是不见了 龙门 他也收拾了很多间 这个庙宇 很经短 也是保其利街的特色 还有人拜祭的 是我立传说 最显眼 你一眼就看了 这个庙宇 不会多 很低色 这个庙宇 很有香港特色 有点故 以前入军 那时候 炸死几个小朋友 不可以拍摄的 特色 不可以拍摄的 特色 遮住了 被货车 有的 也不想拍摄 那庙宇 不想拍摄 有的 有的 寶内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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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日军 也是 很多故事 这些庙宇 都是跟日军有关 炸死小朋友 然后 就 供奉他们 以前的学校 不知有间学校 那样的 以前好像小食来的 这里有汁 看到他收收档 不知道是把东西搬进去 还是搬走 鸡蛋仔 妈咪 妈咪鸡蛋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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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 Focus 也很便宜 最便宜是 荃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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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了 叫什么 鸡蛋仔 拍过 大家不记得 名字不记得 因为不是经常去 就不记得 有两间 斗顶 2-3元 一间2元 一间3元 那些是最便宜 这个是正常价 8-9元 9-10元 这条街 也算是 红磡来说 有些商铺 这条街 没有马路 这条街 很舒服 其实这个位置 不算是保麒利街 叫做 船蜜街 还是船蜜道 应该是没有牌 我当它是保麒利街 天空多些东西 晚上就收了店 不过都多人 晚上红磡都热闹 这个名字是蒸炉 新开的 那时候也不太说 里家角 楼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黄埔 4280万 实用1580 千多尺 很奇怪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英国也可能有这么贵 你不要说 但平常他们也不会这样买 Heroes Day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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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 乌街 乌街 还是什么 船 不懂读了 等网友跟证我 这个呢 全港首创 48 斑堡 轻的 猪扭蛋 哦 猪扭蛋斑堡 好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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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便宜 这个也可以挑战 100元 一个汉堡包 我在想 你这样夹上去 我自己买回来 自己弄 是吧 都行 这条街是有趣的 我很喜欢这条街 因为经常来洪磡 就是走这条街 吃东西 四通八达 街又闊 这些就是我比较喜欢走的 香港街道 它不是一些很旺的地方 刚好 你旺也不怕你 那条路又搏 敏华 排队 这个 冰室 这个 阿森 搞错了 又叫做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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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森的敏华冰室 是两间 哦 很笨 我不知道是否同一个集团 其实是两间集团 其实是两间集团 是分开的 他左边一间 阿森又排队 右边 敏华又没有排队 免得搞错了 这些男店就没有排队 阿森 我不知道 吃鸡饭 如果这间是黄店 就过瘾了 一个头叫你 我们搅拌汤 为什么招牌会黏在一起 那么特意 大家浪 还是根本就是敏华的分支 不太知道 东海棠 那些东西都很齐 那些东西都很齐 那又是 那没有那些 金色埔 这个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那这里都是李嘉诚的地方 很多李嘉诚的地方 很多李嘉诚的楼 都变了 这个位置 很多东西都 不是 那些地产就没什么改变 可能多地产店 也没什么改变 因为香港的地产也很蓬勃 尤其是这些人都打算走 那这里是什么 茶屋 新开的 天下茶屋 这么多客户 这条街就多些人 就没刚才那么阴心 但层次感几好 我觉得是 你好像有些 叫做新老病死的那种感觉 不过我就先死了 现在重新 现在 可以看到整个 黄暴人的那种生活 新老病死齐真了 食份都齐真了 这一家 我常常来的 以前常来的 不知道 南明王 每个都可以重新 因为它够大 够宽 够宽 以前上班 京开这一区 就吃了 下午 我餐又大 有两家豆腐花 一豆花 一豆花 九十几块 左右 试食价 九块 有些十三块 有些 这里有间 板卷 吃寿司的 有人在填寸 在里面有寿司 师傅立刻做 做完就外卖了 几有趣 版卷 即是 现在流行这样的 营养 银仔细细 有些电讯公司 剪头发 六十五元 Express Hair Cut 这些 特快 又来了 很久没来 多了一间 没有滋味 听名字 也知道 买什么 又是那些蛋糕 很昂貴 很昂貴 原味 我看过有二十元 这里要五十元 瘋 流心芝士 如果真的吃 当然吃流心芝士 你吃原味有什么意思 里面有多些东西 不过七十元 没有多种味 台湾正宗古种味 有一间V&Go 船铭加油 就适当 不懂 黄埔站 刚刚好 可以踏地铁走 黄埔站好 比河文田更好 河文田 河文田 只是落楼梯 也落到你 傻 拍一拍 整个 黄埔 黄埔的私楼 之前也拍过 很久没来 好 好 保奇利街 今天拍了这么多 多谢收看